圣梅也同样的问题请教你 可是我觉得 我个人看法是觉得很多小三 他不是单纯因为爱情 去喜欢这个男人 是这里面 为什么我们对小三会有点意见 是因为很多时候 他会当这个男人的小三 恐怕是跟权势有关 你说像凯乐跟小猪 不要忘了小猪是凯乐的老板 他对他的宠爱 很多时候是老板对员工 所以我如果跟着这个老板 所以也有人认为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小猪其实跟凯乐之间 就小猪可能会对凯乐 不是女朋友的想法 可是凯乐会从恩情 会变成爱情 因为他觉得这个男人 能照顾他 所以宏毅大哥 我们身边是不是 有一堆这样的人 我举例在办公室 就是那种 刚刚辛西亚说 那种讨好行人格的女生 我们最害怕 因为我们缺乏了讨好行人格 因为我们比较做自己 对 但是为什么宏毅大哥 你刚刚说 为什么不能倒茶 是因为我们就没想到 要帮你倒茶 他就会过来倒了那个茶 而且频频倒茶 他会供过你 还告诉你讲这个是热的 对 他会有这样的那个性格 可是 然后让你想上厕所之后 他就跟过去了 真的吗 真的 真的有这种吗 你自己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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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跟过去干嘛 不才有机会 我也想三个人跟过去 外国男色女色是不同 没有 所以我说 辛西亚 你多厉害 我跟她 自然有方法 我讲的是实力 对 云毅大哥 我是要把后面说破 因为前面两位男士都觉得 你看嘛 你们这四个女生 也不关心我喝不喝水 他会关心 他会倒水 可是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很帅 虽然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很帅 可是他倒水的 你知道一点没有感觉 我们被撑餐 我说破 他倒水的目的是什么 红伟 就一种礼貌嘛 没有 下次 能不能也推荐我来上节目 我问你 对不对 可不可以 我可以到你的餐酒馆 多喝酒 多陪你聊天 他真的为了他这张帅脸吗 我认为并不是 我觉得是喔 你要想他背后 是希望你帮我推荐到这个节目 是希望你帮我买个包 是希望你让我有一个生意好做 我认为那个背后的目的有点复杂 所以不是我们单纯对小三有意见 是有一些小三他这种目的 他要来夺个什么 夺个感情 夺个你的权 夺你的事 利用你 对 那他有这样的前科 我担心的是他在这个餐桌上 他会去伺候那个没钱没名 又啥都没有的人吗 这边两个我也选你啊 可不可以 我怕你们两个都喝醉了 我赢他是年纪